天上悲啊 请退 中午鸟合唱团从2020年起 已经陆续以音乐剧的方式 呈现基隆东岸的发展史 包括和平岛 大沙湾 以及市区的石板庄等地区历史 今年特别将焦点转向西岸 以三支烟囱为起点 讲述太白庄的发展故事 我们今年决定 我们从三支烟囱开始 那叫做太平庄发展的故事 所以我们今年唱了 各位先好干妈典 妈妈 你真的说谎哦 你和小安的事我都知道 你还能继续躲着我吗 期望透过幸福干妈典的平衡 呈现基隆两岸的历史发展 导演洪瑞指出这一出音乐剧 克服了三大挑战 在每次合作当中 就有更多的 就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 就是基隆在地的文化 就是在每次的作品当中 更了解 然后我要如何带领他们 从陌生到熟悉到排列到演出 那其实除了文化挑战 时间挑战之外 还有一个超级难 台语 这个到底该怎么念 然后我们到底讲的到不到地 然后甚至念出来的时候 那口音的部分对不对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不断地去 媒合调整跟挑战的地方 中文鸟合唱团一直致力于传承基隆在地文化 从基隆东岸唱到西岸 希望11月2号登场的幸福干妈典的演出 让基隆市民更能了解在地文化与风土人情 秉持着总文鸟合唱团一直以来 传承基隆在地文化的一个精神 所以我们一路呢 从基隆的东岸唱到了西岸 那今年的演出呢 我们非常感谢有两个团队跟我们一起合作 首先是基隆市的教室合唱团 那再来是我们的在剧的剧团 一起来合作演出 相信呢 透过这样的一个幸福干妈典的作品的呈现 可以让我们基隆的市民呢 更了解我们在地的文化 幸福干妈典以音乐剧的方式 呈现基隆的西岸发展史 展现在地的人文风情 为基隆文化地图增贴崭新的色彩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